大家好 我是健康管理師李曉 腎是人體的先天之本 也是生命之源 因此 養腎是保持健康和嚴嚴益壽的重要方法 今天 李老師要給大家介紹的是一個 簡單而且行之有效的養腎法 那就是貴坐術 貴坐的方法其實我們在電視劇和電影中都看到過 在唐代以前 古人就習慣在思考 學習進餐的時候是貴坐在地上的 並不僅僅是因為那個時候沒有椅子 其實人可以有很多種的坐姿 但是古人選擇了貴坐 自有他的智慧在中間 因為這也是一種養生的方法 所以時至今日 在日本還保持著貴坐的傳統 下面我們先來學習一下標準的貴坐姿勢 貴坐是有一定的技巧和講究的 不是隨便貴坐一下就行 姿勢不對可能會引起你的腿部不適 首先在開始貴坐之前 如果你是第一次學習貴坐 腳踝是比較僵硬的 或者是腿容易抽筋 咱們可以先活動一下自己的腳踝 轉一下你的兩個腳腕 先給腳踝進行一下放鬆 第二步 在地上鋪上一張比較柔軟的墊子 然後雙膝并攏 跪在地上 把你的兩腳腳後跟并攏放在一起 如果你的兩個腳後跟沒辦法完全并攏靠在一起 也可以把兩個腳後跟向兩邊分開 但是注意你的兩個大腳趾一定要努力的靠在一起 好 緊接著呢 我們就慢慢的往下坐 坐在自己的腳後跟上 然後找到自己比較舒服的姿勢 但是你不能直接把全身的重量全壓在腳後跟上 這樣呢 我們堅持不了一會兒 好 我們只是跪坐下來 慢慢的把你的脊柱向上伸展 後背挺直 不要把重心放在膝蓋上 往前傾 不要把重心放在大腿中部和後部 也不要把重心都落在你的腳後跟上 然後雙手自然地放在大腿上 你可以根據自己的感受 微微地調整姿勢 調整到一種自己比較舒適 不累的這樣一種姿勢上來 接下來我們就可以微微地閉上眼睛 調整呼吸 從堅持一分鐘開始練習 我們再來看一下後面的動作 雙腳並攏 坐下 微微地調整重心 後背挺直 雙手放在兩腿之上 初次練習的人可能會感覺到自己的腳踝疼痛難以忍受 這時候呢 咱們可以找一條毛巾 把這條毛巾捲起來 放在你的膝蓋後方 這樣去跪坐 這樣可以減少我們身體對於腳踝的壓力 初次練習者可以用這個方法 那麼當我們練習了一段時間之後啊 我們的腳踝就比較靈活了 大家盡量地就把這種輔助的小工具給去掉了 跪坐這個姿勢其實它不僅可以養腎 它有很多的好處 首先 跪坐可以刺激我們腳底的穴位 促進血液循環 增強腎臟的功能 我們知道啊 腳底主要是走的腎經 腳底有三個非常重要的穴位 分別是勇泉穴 太息穴 還有大蹲穴 勇泉穴位於咱們腳底的前部 是腎經的起始點 也是我們全身氣血的匯集之處 它可以補益腎氣 可以強壯身體 還可以預防多種的疾病 太息穴位於我們的腳踝內側 它是腎經的圓穴 也是我們腎氣的根本 它可以滋養腎陰 平衡陰陽 調節水液代謝 大蹲穴位於腳踝的外側 是膽經的圓穴 也是膽氣的所在 可以疏通膽經 消除濕熱 清理毒素 在跪坐的時候 腳底的這三個穴位 你都可以明顯的感覺到有一定的壓力 從而呢 就能夠達到刺激 還有激活的效果 所以它對於腎臟來說 是一個非常好的保健作用 所以大家不要怕 我們跪坐會刺激到你的雙腳 可以在休息的時候進行一會兒跪坐 能夠促使肺氣還有胃氣的下降 使得我們的腎腔通常 又可以升清降濁 開過心胸 引氣血下行 改善腿腳梁的問題 同時能夠幫助消化 幫助排便 所以我們在吃飯之後 也可以這樣跪坐一會兒 也是非常好的 所以古人這樣跪坐吃飯 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同時在《皇帝內經》當中也提到 脊柱為人之本 通過跪坐之術可以保持脊柱的正直 這樣也有助於改善腰痛等等的問題 但是跪坐真的也要亮麗而行 因為我們沒有經常去練習 所以如果你感覺到膝蓋腳踝非常疼痛 就不用強求練習 適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每天從一分鐘開始 我們能夠堅持到每天十分鐘 就非常棒了 好了 那本期的內容就到這裡 感謝大家的支持 謝謝大家